敬请期待 有预计什么时候会出来吗 应该五月份也可以出来的 基本上都是配我们的灯 我是觉得这样DMX出来也还蛮方便 可以有线或无线 但是能用无线为什么要有线的 也是可以用Wireless DMX 我想要用CRMX 这就是我刚才想跟你讲的 很多客户都提到要用CRMX 还是你要内建CRMX进去 进去的话就会涉及到的另外一些技术性的问题 可能之后有一个升级版本 就是内建CRMX 那就超方便 这个版本就可以我们的灯状 因为目前有CRMX的这种控制器 那个很贵很贵 有一个萤幕的 我忘记叫什么 一开头了 反正它就是有CRMX内建 然后它也是有一个触摸屏 触摸屏 对对对 你设置那些 然后上面还有两个旋钮 这样子就会很 感觉还蛮方便的 因为我们所知的话 我们买那个 那个模块的话 还是不贵的 就那个模块就很贵 而且 好像在中国买的时候还是比较难乱 你说CRMX的部分吗 对 买它的芯片 就是你知道 还要进来 进口 需要进口 就要那个睡的部分 就比较贵 对 然后 基本上好像 好像 但是因为 看起来 慢慢慢慢 大家都开始往CRMX走 都往这边走 都往这边走 但是 有不同品牌 又有不同的 它自己的 无线DMX 就变得有点乱七八糟 可能会造成 跟这个YDX一样的问题 东西多的时候 也会串谈 就串 串信号 信号串的话 也会乱七八糟 不然就外接啊 就外接啊 就自己买 这样而已 OKOK 因为 内建电池的 就还蛮少 因为通常都 你还要在 就是可能做很轻巧 但是还要再接电源出去 之类的 它内建电池 对 比较稀有 那这个东西 我们本身 做的时候 就考虑到的 就是说 整个 我们产品的生态 的问题 人家 你 目前来讲 基本上还是说 一个灯 一个灯 在这样卖 但是你如果算 一个十几个的时候 你还要 十几个 对啊 有主灯 有主灯 等等 这样比较好控制 对啊 这几个东西 我都拿到哪里 很简单 对啊 好 敬请期待 敬请期待 OKOK 没问题 好啊 再继续逛 谢谢啦 你没关到什么时候 我一直逛 逛到最后一天啊 明天 啊 明天 明天是最后一天吗 他十九号 对 明天最后一天 我也会来啊 就逛到 逛到晚 就是有 有能看 就多走几次 因为走第二次 哎 怎么会看到不一样的 可能我漏看到了什么东西 因为太多东西啊 你想说 啊可能有摊位 可能像很忙的 我就先路过 再走第二趟 再去看 而且的话呢 你 就可能在这几天 你了解到的 只是一个产品的基本 一个型态 嗯嗯嗯嗯 它里面的一些功能啊 他们里面的一些 有没有我每一个 每一个厂家 我都去 一直狂玩 就玩嘛 对嘛 就是需要玩 这就是整场好玩的地方 对 你要玩的话 才能了解真正的产品 它里面的一些东西 嗯嗯嗯嗯 就像我们这种介绍 给客户看的话 他只是看到一个 一个表现 哦 就是一个 一个表现 啊怎么用 啊好不好用啊 Apple怎么用啊 包括 比如说 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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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对啊 怎么接啊 等等 之类的 所以说你有时间的话 那就 玩 没问题 好我要继续玩 谢谢啦 拜拜 拜拜